好啦!都沒有吃過蛋包飯了!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蛋包飯啦! 我們首先將洋蔥切粒 再將蒜頭切粒 還有將火腿切成條條 如果你們有其他喜歡吃的配料也可以 然後就打蛋啦! 發發發發發發 我們會爆香蒜頭先 聞到有香味就可以放洋蔥粒 一起爆香它 聞到香噴噴就再下火腿下去 拋下鍋將它們均勻地炒香 然後我們再下飯 兜均勻的材料再炒鬆點飯 再下適量的茄汁 鹽 和黑椒就可以將它們炒均勻 炒完飯就將它們先放在小碗裡 做完飯底就很快地先做蛋 今次試下做少少旋風型啦 看起來好像帥一點 喂喂喂!你的手啊! 遮住鏡頭人家怎麼看啊? 唉!都做完整隻蛋才讓人看的 不理你了 我們先把飯放在小碟裡 哇!這個飯好像個波波一樣啊! 哇! 我們這樣就完成了這個蛋包飯啦! 我們今次就會加上咖哩汁下去一起吃 Itadakimasu! 自主流為你呈現蛋包飯 大家都一起試下煮啦! Thanks!